我倒要看看 是谁太平日子过够了 非要再挑起争端 灵力聚在指尖 轻轻抵在温宁眉间 浮以共情 温宁被刺卢丁控制 意识不是很清楚 可他的眼睛一定会看到点神吗 所谓共情 就是以自己的身体为媒介 侵入他人或者是亡魂的魂魄 闻之所闻 见之所见 感知所感 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里 充斥着腐烂的气息 温宁的手脚都被比手腕还粗的铁链锁着 四根铁链的另一端分别欠去不同的方向 这也就造成了 温宁只能以一个大字的形状站在那里 不能坐 更不能躺 岂有此理 温宁虽说是凶师 不会感觉到道痛或者是累 可他能说话 会思考 那些人 怎么可以这么对他 难道 温宁就这一个姿势站着 一站就是成百上千年 蓝湛看着魏无羡一会儿眉头紧弱 一会儿又心痛万分的模样 心也跟着揪作一团 这是他的少年 第一次在他面前展示共情之术 他怎么能不担心 哥 须于 魏无羡把自己从共情中抽离出来 缓缓睁开一双血丝遍布的大眼睛 慢慢的眼中的红丝又被一层薄薄的水雾覆盖 魏英 公 公子 见魏无羡迟迟不开口 蓝湛扶在他肩膀的大手往回一收 将人搂在怀里 温宁怯怯的抬眼 见蓝湛母鸡护小鸡一般 把自家公子搂在怀里 又默默低下头去 哥 温宁 我没事 窝在檀香未富裕的胸口 魏无羡冲二人挤出一抹千斑苦涩的笑容 蓝湛问凌 踏遍万水千山 只为等一人归还 走自己走过的路 受自己受过的伤 那份痴情 足以感动天地 可温宁 他的鬼将军 被刺卢丁控制 意识几乎是尽丧 仅存的一点意识 就是他家公子公子 在伏魔洞外夜夜吹笛的样子 是谁 放出了温宁 一个鬼面人 看不出长相 中等偏高的身材 男的 很瘦 共情中 只有模模糊糊一个人影 戴着面具 手法很快 又要是打开了温宁身上的铁链 那 又是何人私藏了温宁 当初 世人皆知鬼将军温宁被错骨扬灰 这背后究竟是何人在仙门百家面前瞒天过海 哥 当时的仲家主宗 江城不会这么做 大哥更不会 聂明觉生性等职 自然也不屑于这类勾当 剩下的 就剩下金家那对特别欠奏 又丧尽天良的父子 蓝湛缓缓地遇了一口气 抬头看着远方的苍茫的群山 当初那些人 早已不复存在 当年的事 无论对错 也只能不了了之 魏英重火了一回 并不在意前程往事 这个温宁 一旦再次失控 又将在仙门世家当中掀起一场血雨腥风 温宁 你先找个休息一下 明天 我会带着那些仙门世家的人四下找你 你找一个机会 故意露出行踪 然后 我和蓝湛联手 假意把你打落山崖 懂了吗 温宁茫然地摇摇头 她刚刚恢复意识 反应还有些迟钝 就是明天 你要现身 假装被我和蓝湛打得落下悬崖 然后 找个地方躲起来 等我回来找你明白吗 公子 温宁 不明白 温宁 照做 他家公子说的 就一定是对的 他不用明白为什么 坚决执行就对了 对了 明天 你一定不能打得太假 就是装 也要像那么回事明白吗 温宁 明白 嘱咐好温宁 蓝湛陪着魏无线往回走 一直到那棵大树前 才停住脚步 魏英 你之前经常坐在那里 蓝湛抬头 望着被温宁磨缩过的那一段树干 想象着魏英坐在上边的样子 哥 那时 乱葬岗有好多人好不好 你怎么知道 一定会是我 你说呢 当时的乱葬岗 除了你和温宁 就剩下一群老弱富儒 你觉得他们能爬到那个位置上去吗 哥 我以前 睡不着的时候 就坐在那里吹陈晴 吹喜华 安抚温宁身上抱走的怨气 吹望线 像一个今生不可能在一起的人 爱 哥 等以后有机会了 我们一起坐在那里 我要躺你怀里吹望线 好好弥补一下 当年思耳不得的遗憾 恩 那树枝 甚为粗壮 也许还可以来点别的 见蓝湛面色凝重 为无限难得善解人一一回 连忙转移了话题 可以 试试 乱葬岗 惨叫声连连 哀红遍野 那些世家子弟 被赤手空拳的温宁 打得丢亏谢甲狼狈不堪 魏无限在心里暗暗付费 如今的世家子弟 修为真的有些令人堪忧 温宁这世作戏 所有的招式都有所收敛 甚至可以说只用了不到一半的功力 就这样 依旧打了仙门百家一个落花流水 众人的剑 都没有戳他身上 他已经将对手尽数先飞出去 哥 恩 四目相对 蓝战了燃鱼兄弟点点头 一道冰蓝色的剑光出鞘 红色的剑气快如闪电 蓝色的剑芒墙底咒风 人们只看到蓝色的铜墙铁壁中 穿插着红色的剑气 根本就看不清二人所使用的招式 之前 奇山除岁 见识过魏小公子在音律和医术上的造诣 没想到他的剑法更是出类拔萃 小小年纪 就有这等修为 实在是百年难得一遇的旷世奇才 将于胳膊受伤 只能带着受伤的众人 在远处观望 怪不得则吴君和韩光君都如此宠他 我若是有这样一个优秀的徒弟 做梦都该笑醒了 聂宗主挨了温宁一脚 胸口疼得厉害 见韩光君和魏无羡联手 将那怪人逼得节节败退 也就退出了战斗 悬崖边 没有受伤的各家弟子 亲眼目睹了韩光君 一掌把凶师拍飞出去两仗有余 还来不及反应 就直挺挺地跌入深不见底的悬崖 那一刻 魏无羡的一颗心 也是提到了嗓子眼 蓝战一掌 足以将巨石拍碎 万一 幸好在温宁的身影彻底消失之前 魏无羡看到温宁用右手做了了一个OK的动作 哥 可以啊 这不就是典型的一通操作猛如虎 一看伤害0.5吗 刚才那一掌 居然连自己都骗过了 自家哥哥这么多年的米 果然不是白痴的 看着是个闷葫芦不声不响 其实内心惊得一批 哦 我们赢了 韩光君厉害威武 魏公子厉害 劫后重生的世家子弟 一个个欢呼雀跃 只有姑苏蓝氏弟子 重规重矩的跟在蓝战身后 他们也想振臂高呼 原地蹦打凉下 可他们将韩光君在那里压着 借他们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做违反家规的事 宜林 一家客栈 为无限给受伤的弟子用过药 安排他们好生休息之后 才回到自己的房间 把自己往床上一扔 就似仰八叉的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昨夜 几乎是一夜未眠